我记得上年他们是大吉大利正观 今年他们有没有什么情况呢 今年熟狗的朋友要小心一点 因为本年就是冲泰税 凡是冲泰税的人 再加上运走比肩 争财夺利 所以今年是比较多事干的 是比较做任何事都起伏比较大 所以熟狗的朋友机缘和失意是并存的 即是有机会上升但有机会你跌 所以好好地要珍惜好坏 好与坏怎么去做呢 好当然不用说好 坏的尽量不要让它再坏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运势来说全年基本上叫中平 中平即是拖行路中中地 即是冲泰税 总之一句说完熟狗的朋友 今年安守本分 不要贪心 不要多心 那你应该是没什么影响到你的 虽然今年是犯泰税 但是就比较反复一点 但是最主要一件事 就是你有一个叫 我们说的叫大号星 大号星就是意思要你破财 要你花钱多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要留意一下了 还有一个令到熟狗的人 在今年很容易有气败 什么叫气败呢 就是你做得很好 但是上司不欣赏 你跟伴侣就得很好 但是伴侣又不懂得欣赏 所以就激到你气败了 气败就是意思 我做得多好都没用 就是激到窄窄掉了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俗称 就是今年犯泰税 就是冲击你的 冲就是意思 将你身边所有好与坏都冲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提议熟狗的人 在今年化解的情况 第一败泰税 第二他带什么会对自己有好处呢 带一粒黄龙玉的马 带一粒黄龙玉的马 兼是洗牙或者捐血 认了灾它 认了灾它 我觉得再加上拜泰税 再加上一只黄龙玉的马 我相信和你挡杀的机会率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熟狗的朋友 今年就算冲泰税也不用紧张 最重要是说 自己问心无愧做了就可以了 师傅 既然你说到 他可能会被人激到杂杂挑 那他们的感情运又会怎样呢 感情桃花都是弱的 所以熟狗的未有伴侣 就不要心急了 比较弱的不要多想 如果想想就想怀怒 如果是已婚的熟狗的朋友 今年就更加不能多心了 否则你会骂到有离婚的倾向 所以今年的桃花是比较弱的 事方面就是 工作方面心情就 刚才说的 不仅是认同 心情就极之不佳了 还有得不到上司的諒解 所以今年是不适宜转工 不适宜去转部门 不适宜去令谋高就 所以这个就千万不要搞了 否则可能会 后悔一世的 为什么呢 做生不如做熟 这个就不要搞了 主要说财运方面 今年就是破财多的 如果你过下破财多的 你不如买一礼物送给我们 两位主持人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都会有句多谢给你 对不对 正财偏财都弱的了 所以今年就是不要想着去博一博 怎样怎样 否则就选一句说完 精打细算的一年 对你会很好的 好到最后了 他们的健康又会是怎样的呢 健康呢 就注意交通就可以了 注意交通 注意交通 开车注意交通 还有不要去欠车坐 欠车坐原来有个危险 你们猜都猜不到的 你今年会夹到手指的 我给个门夹到手指 是呀 给个门夹到手指的 还有一个叫做年饭天哭声 那就代表了 尽量不要去喪礼的地方 因为你今年的朋友 亲人 亲朋戚友 是多人去世的 这样的情况下 就为之不得了 那你就送礼到 白金到 人不到就可以了 就是上山更加不好 但是那个是亲人 你被逼就要上山了 上了山之后呢 记住 亲人呢 你不要被影射到那个 棺地里面就可以了 你走开一点 明白我的意思吗 影是指什么 就是你自己人影的太阳 不要射到那个 下了棺墓的下面的嘛 你不要连影一起撞下去 你要走开一点 就是走远一点 对 走远一点 那就应该对你的健康 都有一定的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